第1个精选股就是中电2号 假选原因是股息率大约4来的中电 今天就会公布去年的业绩 在稳健的香港业务支持之下 可以缓和海外业务盈利波动的冲击 令到每股派息保持增长 加上每年派4次股息 在近期充施疫情爆发 乌俄战局难尿等不明朗因素下的长线缺纳对象 根据市场消息说 中电正是考虑出售旗下澳洲子公司 Anergy Australia 澳洲是中电第二大收入来源地区 但业务是因为天灾转型等众多因素而具挑战性 若然在业绩公布中透露出售详程 可以为股价带来新的催化剂 中电在去年11月已经公布 在今年会将电费调升5.8% 花旗早前发表的报告说 中电的燃料费全数转价给用户 报告又说 在更多数据中心和新发展区 巩固电网的支持下 即使海外业务盈利波动 中电的香港业务将会对股息率有支持 而摩根士丹利预计 中电在去年上半年的电力需求增长4.4% 今年电费上调对中电有轻微正面的影响 投资者不妨先以今日看市买第一柱 如果有机会 因为俄乌战局而回套去到76元以下 不妨多两倍资金吸纳作中长线收息 而第二只的精选港股就是中国建筑3311 沃沃开战环球股市售额 港股也不能有幸免 但今季焦点股之一就是中国建筑仍然而想 创新都公司除业务有增长潜力之外 今年预测股息率超过4厘 有一定的避险防守能力 我当前资金释出去找避难所 除了黄金和石油资产 公式股都是市场避险搜索的范围 原先股息率近五厘 马金社业务增长前景明朗的中国建筑获得随清 整个礼拜逆史升6.5% 而最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 提到政府密得大约350公顶的土地 兴建大约33万个工营房屋单位 配合港府发展北部都汇区 鉴于中国建筑在建筑上拥有先进技术 憧憬未来中标工程机会较高 可以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另外相信内地基建发展步伐加快 可以带动中国建筑内地生意增长 坚薄综合证券商预估 中国建筑2022年每股多赚1.6% 今年预测市盈率6.7倍 软价公司历史平均市盈率13.9倍为低 预测股息率4.4厘仍属于高息一族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美股 是获得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入股的 金融科技公司New Holdings 它又是巴西数码银行New Bank的公司 New Bank主要 亦不营运地在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有两成百年龄15岁以上的巴西人都是用户 随着业务发展和金融科技渗透提升 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占路透过的 新兴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 值得留意的是巴郡应该在去年12月 透过IPO时买入New Holdings 而公司股价在今年2月初大升 是因为季报显示 有其他基金在去年第4季买入刺激 可惜的是包括股神在内 在上季买入的股投资者现在就要坐艇了 因为公司股价反弹之后 受累于地缘政局紧张和业绩而下跌 公司营养策略就是吸生客 提高每客户的收入降低营运成本 继续获利 总结来说 从很多营运数字看到公司表现向好 并且受惠到当地加息 另外营运现金流仍然是负数 反映日常营运产生现金 未足以支持公司自给自足 仍然持续营运 New Holdings现在市销率是21倍 亲不想便宜 而且拉丁美洲地区经济经常波动 特别是美国将会加息 因此不妨先放入监察名单继续观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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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